各位旗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大地神刘晓光九段的一盘名剧 这盘棋是1999年2月28日 第13届中国围棋天元战 挑战者决定战的一局较量 由于斌九段之黑对阵刘晓光九段 刘晓光九段与天元战的缘分极大 在之前的12届比赛当中 他曾经7次进入决赛 4次获得天元头衔 而于斌九段在97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 也是状态最佳的一段时间 接下来我们进入棋局 黑棋小木 白棋马上站了乡林的左上角的小木 对黑棋发出战斗邀请 看黑棋赶不赶下对角形布局 此时状态极佳的于斌九段 马上回应了这个邀请 抢占了对角的欣慰 白棋小木 黑棋高挂 白棋小飞手脚 接下来呢 黑棋在此坚冲 这首棋呢 在当时比较少见 吴庆元大师在他的21世纪围棋当中 对这首棋有过论述 认为这是对付无忧角呢 最佳的下法 但是当时还没有被普遍的认可 只有他的几个弟子呢 在用 但是我们现在以人工智能的角度看 这首棋呢 也是对付无忧角 胜率最高的一个下法 不得不钦佩 吴庆元大师对于围棋的一个理解 之后白棋呢 拖先在左上拖 黑棋顶 白棋挡住 然后黑棋扳 白棋长 黑棋再长的时候呢 白棋没有选择大雪崩的一个变化 而是简明的在此长处 黑棋打吃 白棋粘住 接下来呢 黑棋也厚实的 虎在此处补断 这个地方虎是一种下法 直接拆边呢 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走法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实战 白棋分头必然 黑棋压住 白棋爬 黑棋再顶 双方终于还是不可避免的 在右下走出了大雪崩的一个变化 接下来白棋立的时候 黑棋长呢 白棋选择了外拐的一个变化 这个地方的外拐和内拐 都是很常见的 接下来黑棋断了 白棋长出 此时呢黑棋不能够去贪吃这三颗子 因为白棋可以在上方打吃之后呢 直接断吃 接下来黑棋只好收气 那如此一来呢 白棋把这个后舌的提掉 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白棋外围非常厚 黑棋呢 实地并不是很大 这个黑棋呢 是亏的 所以这个局部呢 在白棋长的时候 黑棋最常见的呢 是再次虎 白棋打吃 黑棋粘住 然后白棋连拌 这是当时的一个流行变化 接下来黑棋跳出头 白棋继续抢占实力 之后呢 从脚上挡住 黑棋断 是这个局部黑棋的一个反击 白棋粘住的时候呢 黑棋长出 接下来白棋长 黑棋扳 白棋跳 黑棋呢 粘住 也是局部的要点 这个地方呢 黑棋不要去虎 如果虎的话呢 被白棋 再次顺势虎住呢 这个棋 黑棋必须要马上出头 如果再硬呢 这一代被白棋一挖 黑棋就死掉了 这个地方呢 刚好 黑棋是出不去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 如果黑棋出头 那么白棋呢 可以再次先爬 黑棋挡住之后 白棋打完了之后 连扳 是非常强硬的下 这个地方 黑棋的气太紧了 局部 黑棋不利 所以呢 实战 黑棋选择了单战 白棋还是虎 同样的黑棋也不能扳 现在黑棋必须马上出头 接下来白棋在脚上 二路跳呢 收住黑棋的气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手气 这个局部 如果白棋直接跳出这两颗子 从外围战斗来看 当然白棋呢 要主动一些 但是脚上是有问题的 此时呢 黑棋有扳的手段 白棋挡住的时候 黑棋可以断打 之后呢 白棋提 黑棋呢 再次打吃 接下来白棋先将 右边这块棋 补活 但是脚上呢 已经不可避免的 出现了一个结症 之后白棋挡住 黑棋收器 白棋再提呢 这个结尽管是白棋的先手结 但是相比较而言 这个白棋要重 因为黑棋的几颗子呢 本来就是死子 这个地方出现一个结症呢 白棋太重 这个黑棋呢 是便宜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白棋呢 补一手 是有必要的 那么继续来看实战 既然白棋补齐 黑棋当然吃住两颗白子 接下来白棋斑 黑棋断 也是非常强硬的一手 这盘棋呢 余冰九段的斗志 非常的旺盛 从开局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地方呢 都是主动求战 对于白棋的战斗邀请呢 也是毫不回避 接下来呢 白棋挡住 黑棋斑 白棋此时一定要小心 余冰九段在这个地方呢 明显的也是有研究的 此时白棋不能够挡住 如果挡住的话 黑棋呢 又从上方打了之后 连斑的强硬的下反 因为白棋断吃这个不成 但是这个黑棋一粘住呢 这个白棋尝不出气来 棋筋被吃当然不行 那就只有断这个 此时呢 黑棋有长的好手 现在白棋呢 只有去吃这个 因为白棋如果去补这个断 那么黑棋粘住呢 这个白棋只有两气 已经不行了 所以白棋只有吃 黑棋可以先滚包 之后呢 再先手把这个粘住 这样呢 白棋也只好收气 如此一来我们看到 黑棋先手完成了 对白棋的一个封锁 白棋下方所得的木树有限 更为让白棋痛苦的是 之前刚刚补的脚上这手棋呢 现在看来已经彻底的成为废棋了 所以呢 这个变化图 白棋是断然不满的 因此呢 黑棋 在此搬 引诱白棋去搬的时候 刘晓光九段呢 在这个地方也展现了自己的算物 白棋此时断一手 是好手 黑棋打吃 白棋粘住 无奈呢 黑棋正好回来吃 然后这个时候呢 白棋再打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现在如果黑棋再搬 白棋打吃 黑棋尝呢 白棋提掉就可以 这个地方你再打 提掉 这里边已经没有棋了 这样的话呢 黑棋是 大败的 所以此时呢 白棋打的时候 黑棋正好提掉 然后以下是一本道 白棋打完之后呢 长出 黑棋断 原就边上的这块黑棋 白棋粘 黑棋长 然后白棋贴 此时黑棋呢 面临一个选择 就是中央的这三个黑子 要不要逃出来 实战呢 于宾九段的判断 对于形势过于乐观 他选择了呢 再次接 唯空的一个下法 但是被白棋 把这三颗子吃住之后 整体中央白棋彻底变后 对于后来的战斗呢 这个黑棋是不利的 所以局后的研究呢 认为此时 黑棋应该跳出 与白棋战斗 这样呢 局面还是相当的复杂 我们继续开始战 黑棋肩 白棋吃 现在让黑棋难过的地方在于 这个脚上一手 其实只靠这一手肩 是围不住的 因为随时还有被白棋 点三三的手段 同时这个地方呢 还有点的骚扰手段 所以实战呢 黑棋先从上方逼住 加强一下自己左上的黑棋 白棋拆二的时候呢 黑棋已经顾不上 再从上方行起 而是马上呢 扎定 把自己的左下守住 以维持全局实地的一个平衡 但得到先手的刘晓光九段 此时呢 借助中央的后市 势大力尘的 归出了自己的第一锤 七十四靠 是局部的好手 现在我们看到 黑棋这个局部呢 已经不太好硬 因为如果黑棋 从四线斑 白棋呢 可以立下去 黑棋再挡住的时候 白棋一断了 这个局部 黑棋已经不太好下 因为我们看到 黑棋如果打吃完之后粘 那么白棋现在 针子有力呢 把这个吃住 左右两边的黑棋呢 都没有完全安定 而白棋呢 由于脚上 黑棋还牵着一手棋 这两颗白子处理起来呢 并不困难 这样呢 下方的白棋很厚 战斗起来呢 黑棋不利 所以扳不行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是长的话 黑白棋呢 可以再次先点 然后呢 扳 黑棋挡住 白棋虎 打吃了就粘住 接下来黑棋粘的时候呢 白棋这步接 同样是让黑棋 很为难的一手 因为下一手棋呢 一手就作活了 但黑棋如果接呢 白棋从中跳出 左右两边的黑棋 依然是苦战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实战 于宾九段呢 选择了一个应急手段 他再次横顶 期待着白棋应一手 然后再扳死这颗白子 但这显然呢 是不可能的 抓住机会的白棋呢 马上再次长出 分段左右黑棋 黑棋跳出 白棋也跳 黑棋尖 又是问题手 之后呢 认为是这盘棋的败照 这个时候呢 黑棋已经顾不上在 右上这一带行棋了 对于黑棋来讲 关键的地方在于 左上的这块黑棋呢 首先要出头 这是最重要的 否则一旦被封进去 这块黑棋将非常的危险 而至于这一带呢 白棋如果再次飞压 黑棋可以先在中央跳 加强自身 白棋跳出的时候呢 黑棋再冲断作战 这样呢 这个局部的战斗 黑棋也不惧怕 但是实战呢 黑棋在此肩 威胁白棋这个拆二的时候 抓住战机的刘晓光九段呢 马上再次大飞 将上方的黑棋呢 全部照了进去 现在黑棋呢 显然不敢拿自己这块棋 跟白棋这两颗子转换 因为这两颗子白棋 黑棋一手棋吃不干净 所以实战呢 黑棋只好在此活棋 但是这个做活 无疑是非常的委屈 白棋肩先手 黑棋靠呢 白棋再退 接下来呢 黑棋长 这个局部呢 勉强 黑棋做出两只眼 但是已经将外围的白棋 撞得非常的厚实 争到先手的 刘晓光九段呢 打出了第二锤 这个时候白棋一飞 既出头自身 又威胁黑棋的 这三颗子 黑棋呢 这个时候 从局后研究来看呢 还是应该先接 把实地先拿住 维持实地的均衡 再来看白棋 怎么攻这两颗子 士气士取呢 再灵活决定 尽管还是白棋有力 但黑棋也有一搏的机会 那么实战呢 黑棋又下了一手 一厢情愿的 坏棋 他再次迂行弯了一个 期待着白棋 能够跟着应一手 然后呢 黑棋再次搬 这样呢 黑棋的眼位 无疑好了很多 但是 这手棋 即使将来 黑棋挤完了度过 也只是一个单关 对于白棋来讲 威胁并不大 所以抓住机会的 刘晓光九段呢 马上再右上脚飞 吓得非常的潇洒 这手棋 事关双方的根据地 黑棋靠住 白棋长先手 黑棋挡住呢 白棋的第三锤又来了 这次打进去呢 既破掉了黑棋的 右边的成功可能 同时还威胁上下 两块黑棋 接下来呢 黑棋的这步加 也是过分手段 这个地方呢 黑棋局部 只能先再次搬 白棋如果退呢 黑棋再跳出头 那么实战呢 这一加 期待着是白棋长 如果黑棋能够这样度过 因为双是先手 这个能度过的话 眼味好很多 同时也破掉了白棋的眼味 但是没有料到呢 刘晓光九段 这个时候已经算清楚 他直接立了下去 这是出乎 于宾九段意料的一手棋 黑棋再长的时候 白棋就直接冲 黑棋断 白棋也断 接下来黑棋挡住 看似呢 黑棋快一气 将白棋吃住 但是以后白棋的这些收器呢 都是先手 这个白棋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接下来呢 106手 白棋下出了致命一击 这块黑棋呢 现在竟然已经是岌岌可危 现在我们看到呢 实战 黑棋再次压 白棋的肩呢 又是于当初 这个打入相关联的好手 黑棋如果粘住 那白棋一顶呢 这个黑棋已经没有升路 因为这一代呢 白棋都是先手 所以无奈呢 黑棋正好搬 寻找头绪 白棋二路虎 黑棋长呢 白棋再断 接下来黑棋退 白棋断 这个局部 白棋的收获极大 黑棋 下一手棋在左边飞 争取先手呢 抢到117位的 拆边的大厂 威胁这一代呢 将来随时 冲断白棋的可能 但白棋呢 下得非常老道 刘长高九段 这盘棋的这种收放自如呢 是发挥的 非常非常的精妙 该进攻的时候 出手毫不犹豫 该防守的时候呢 也绝不拖泥带水 这手棋走完之后呢 黑棋局部的本手 应该是在这一代补 因为两边的白棋呢 都很厚 这个打入是非常严厉的 但是如果补这个呢 余冰九段担心 白棋再次简单的跳一手 将整个右上全部吃尽 这块黑棋呢 还没有完全安定 这个结果呢 黑棋不满意 所以实际上 他决定赌一赌 黑棋呢 再次搬 要求救出 右上的这块棋 同时呢 想揪住白棋这块棋 寻找机会 白棋马上凶悍地打入 这是第四锤 这个进来之后 黑棋尖 也是局部最强硬的下法 黑棋在这个地方呢 必须要把白棋拿住 白棋冲 黑棋搬 白棋搬呢 双方已经事成水火 下一手棋呢 余冰九段直接断了上去 看似非常严厉 但刘晓光九段 早已成竹在胸 白棋轻巧地在二路一拖 黑棋呢 竟然已经无法 再阻止白棋连回 因为现在如果黑棋 再次搬住 白棋可以打一下之后呢 顺势立下去 黑棋如果补齐 那么白棋打完呢 这一吃 就直接将黑棋吃住了 这个结果呢 黑棋的实力损失惨重 所以这个不行了 因此实战呢 在白棋拖的时候 黑棋看清这个变化呢 也只好挡住 减少损失 白棋几先手 接下来一场呢 顺利地连回大背影 黑棋立下先手 白棋不断 接下来黑棋长呢 白棋的靠也是局部的好手 试探黑棋应手 黑棋强硬扳住 白棋就脱先了 因为这个地方以后 随时留有断的逆袭手段 白棋在左上拐出 新的战斗开始了 黑棋搬 白棋打完之后呢 再打 黑棋长的时候 白棋跳 这也是好手 这个局部呢 黑棋已经无法再阻止 白棋中央的出头了 因为如果现在黑棋拐这个 那么白棋呢 可以再次冲了之后 直接粘住 这两个断点呢 黑棋难以兼顾 现在如果黑棋 粘住这个顽抗 白棋的断是先手 由于黑棋这三个子 只有两棋呢 这个局部 黑棋收不住白棋的气 那这个被杀呢 显然黑棋也是失败的 所以无奈呢 实战 黑棋只好粘住 白棋后视的不断 然后黑棋再冲 白棋收气 黑棋现在也顾不上上方这块棋了 实战呢 没有走 黑棋再似乎 要求呢 对这块白棋 发动反击 白棋逃出 黑棋长 白棋再冲 这个地方的借进行棋 也很值得我们借鉴 白棋呢 同时缠绕住了 黑棋的三块棋 黑棋提 白棋再长 黑棋只好飞 逃出这块棋 同时切断 白棋与下方 这块棋的联络 那么白棋顺势一搬 黑棋挡住的时候 白棋这一冲 又是好棋 黑棋只好粘住 然后白棋再冲 现在我们看 连上方这块棋呢 黑棋也没火 这条大龙的 棋也很紧 而下边 整个右边 这条大龙的 也没有完整的两只野 实战的 黑棋大吃 白棋粘住 黑棋再粘呢 白棋就简明的往外一冲 走到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呢 黑棋实际上 已经是难以兼顾了 接下来163手 黑棋跳 先逃出这块棋 白棋厚实的 把这个压住 现在这块黑棋呢 还是没有两只野 那实战呢 黑棋也顾不上这个 如果你去作活这块棋 这一代将来 还有缩刮手段 那这个地方被吃呢 上边已经先 阵亡了一块 这块棋呢 还在白棋的射程之内 这个黑棋也不行 所以这个时候呢 黑棋死马当活马一 先将上方作活 白棋呢 也不着急动手 毕竟黑棋两块没活 他先在此呢 继续做准备 黑棋吃 白棋尝出 黑棋再冲反击呢 白棋打吃 黑棋粘住先手 白棋就厚实的提掉 那现在呢 这个狮子多了 不咬人 鱼饼酒段一看 这两块棋 就哪块都不是 干脆哪块也不救 直接把这两颗白子吃住 白棋呢 在右边二路爬 彻底的破坏掉了 黑棋这条大龙 在边上的野位 黑棋呢 粘住 白棋打吃 黑棋提 白棋在场 由于下方这块黑棋没活 这个地方呢 将来还要收气 还有节征的 这个因素在里面 但黑棋也顾不上 只有强行的 紧住白棋的气 白棋先刺一下 然后破眼 这首棋表明了 刘晓光九段的态度 准备要涂掉 黑棋这条大龙 接下来呢 黑棋贴 白棋顶一下 黑棋退 然后白棋刺 彻底的 破坏掉了 整体黑棋的野位 黑棋再挖呢 白棋打吃 以下是认输的台阶 当190手 白棋提掉之后 于滨九段呢 就直接投子认负了 因为现在我们看 这一提花呢 这条大龙没救出来 上方的这条龙呢 也已经陷入了绝境 这盘棋已经无以为击了 整盘棋呢 刘晓光九段 可谓是完美的 发挥了自己的一个风格 在该进攻的时候 毫不手软 该防守的时候呢 也是干净利落 而于滨九段的发挥呢 似乎有一些问题 尤其手向这个尖呀 还有下方的这个 没有逃出三颗子 都是问题手 那这盘棋呢 是刘晓光九段 职业生涯的名剧 那本局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各位企友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刘晓光九段的一盘名剧 这盘棋呢 是1992年6月6日 在日本大阪进行的 第五届 富士通杯 八强战的一盘较量 由刘晓光九段之黑 对阵曹逊玄九段 刘晓光九段此前 分别战胜了腾泽秀行九段 和武功正树九段呢 进入八强 这是他与曹逊玄九段的首次较量 赛前呢 刘晓光九段也进行了精心的准备 因为他知道 曹九段是一位强敌 而且同样呢 擅长战斗 不过 在他的战斗气风当中 又多了一次灵活 所以这盘棋 刘晓光九段呢 改变了 以往的一个风格 他准备后发制 让白棋先来进攻 然后再等待时机反击 他在和马晓春九段 长期的对抗当中 尽管多次失利 但显然也受到了 马晓春九段 棋风的一个影响 这是这盘棋 他初中有戏的 一个地方 在白棋夹击的时候 黑棋选择了点角 先捞取时空的一个下法 这是常见定式 接下来黑棋跳出 白棋挂角 这个在曹九段 直白的对局当中 多次出现 他与李长浩呢 曾经下过很多次 接下来黑棋挂角 白棋再加 显然呢 白棋希望黑棋 再次点角 这样我们看到 黑棋整个左边的 这个形状呢 是非常重复的 两个三线 低位的子呢 将撞车 这样的话 白棋再挂过来 是白棋满意的一个图 但黑棋显然不会让白棋 如愿 实战呢 黑棋选择了再次靠 这是少见的一个下法 那么主要还是一个方向的选择 黑棋希望让白棋 走到左边这个方向 接下来白棋搬 黑棋长 白棋呢 选择了长进去 如果这个地方 白棋选择粘的话 黑棋可以飞 这也是定式 白棋在手呢 黑棋可以在上方 手脚 同时夹击这三颗白子 这样呢 也是常见的一个下法 那么本局呢 白棋选择了 顶的下法 黑棋长 白棋在二肩跳手脚 接下来黑棋立下 威胁右边 白棋的断点 同时呢 脚上要点进三三 实战 白棋不断 黑棋点脚 再次捞取失控 白棋挡住 这个地方呢 白棋不能冲 冲的话 黑棋将爬出 之前 曹新元九段 与于宾九段呢 曾经下过一盘棋 当时呢 是曹九段之黑 就下出了这个定型 最终 于宾九段冲的时候 被曹九段在此一反冲呢 最终是这盘棋 曹九段获胜 所以此时呢 白棋是挡在这 黑棋爬回 白棋搬 黑棋挡住 这样黑棋呢 就顺利的夺取了 左上角 而作为补偿呢 白棋争到先手之后 在右上挂角 黑棋并没有 去理会白棋的这个挂角 而是在此逼住 似乎是 刘晓光九段 一个主动出击的风格 但这个地方 他给曹九段挖了一个深深的陷阱 深不见地 我们继续往下看 白棋尖出头 黑棋继续飞 白棋飞 与白棋的这个并交换 之后呢 白棋再出头 显然曹九段 赛前也做了准备 他知道这个刘晓光九段的 棋风比较刚猛 准备在这个地方呢 先躲开黑棋的一个攻击 想想中央出头 同时威胁这一带 黑棋的弱点 但没想到的是 黑棋并不像他预料的那样 马上进入左上 与白棋战斗 而是呢 先在下方试探白棋应手 白棋搬住 黑棋搬起 双方在此呢 形成了一个转换 黑棋跳 白棋在搬的时候 黑棋打吃 白棋打是好手 黑棋提掉 白棋再打 这样显然 黑棋不能够再粘住了 那么实战 黑棋打吃 白棋提 黑棋站 白棋再提呢 黑棋在此一搬 这个地方我们看 白棋呢 是将自己走得非常厚 但黑棋呢 也破掉了 下方白棋的一块空 同时 这块黑棋呢 也有遭受到 白棋进攻的一个风险 所以这个局部呢 还是两分 接下来 争到先手的白棋 再右上烧飞叶 惩罚黑棋的拖线 黑棋 压出 白棋搬 黑棋并没有选择 长了出头 而是在此唬住 继续猛捞失控 现在黑棋已经有 抢走四个角的架势 白棋打吃 黑棋站 白棋立 黑棋断 白棋先打吃 让黑棋走中 显然黑棋不能够 被白棋在外面提花 这样的话 这个黑棋大亏 白棋的花的威力太大 所以黑棋长出必然 白棋封锁黑棋 黑棋呢 接完之后 再打了挡下 这样这两颗 黑棋的活力 并没有丧失 这个结果呢 比刚才提花 要好很多 实战 黑棋以为呢 白棋下一手棋会跳架 但没想到 白棋呢 是贴在了这个地方 高效率的 要求补助 这个地方的弱点 吃住这两颗黑棋 黑棋下一手棋的点 就是刘晓光九段 挖的一个深深的陷阱 就是之前那个陷阱 那个后续手段 那这手棋什么意思呢 当时在观战的 这些中国棋手呢 认为这个地方 把黑棋吃亏了 显然白棋不可能粘住 让黑棋如此轻松的跳出 这样 外围一旦黑棋出头 时空又多 中央这个地方呢 白棋又难有发展 这个结果呢 白棋不满 因此白棋一定会顶在这个地方 争到先手 黑棋退 然后白棋再一搬 粗看之下 白棋这个地方搬住了 黑棋的二字头 封住了黑棋 似乎是取得了成功 但刘小光九段 在这个地方呢 有他自己的一个看法 首先他认为 白棋的这个顶不便宜 被黑棋退之后 这一代 本来白棋保留的一个 肩的手段呢 现在已经没有了 再一个 这个地方白棋的棋型 也有问题 这就是他 预留下的一个陷阱 一旦将来周围成熟 这个地方是有非常严厉的手段 我们继续往下欣赏 黑棋拆啊 继续保持实控上的一个优势 逼迫白棋呢 在中央有所发展 那接下来白棋尖 开始通过攻击这块黑棋呢 在中央寻到一个刑棋的步调 黑棋打吃 白棋在阵 接下来黑棋飞出 白棋吓得也是非常的潇洒 再次罩住呢 逼迫黑棋逃出 然后再顺势天回 这样我们看到中央这个地方呢 白棋的大空有合拢之势 但黑棋呢 也是冷静的将自己补好 下一手棋是曹九段的败招 也是他局后呢 非常懊悔的一个地方 这手棋呢 显然还是应该从左边这一带 封住这个空 同时也加强这块棋 这样呢 中央白棋潜力大增 那么实战他走这个 主要是担心 黑棋挡住 将来对这块白棋 有搜刮手段 同时这块黑棋呢 也就彻底安定了 所以他爬了一手 这手棋的价值当然极大 但现在 不是最重要的地方 黑棋下一手棋 在中央二肩跳 将中央的潜力呢 一举破光 此时黑棋已经是盛事 此时白棋眼看中央呢 暂时无法封住 而实控呢 又落后很多 所以曹九段选择 在右上二路跳进去 来拉近这个实控上的一个差距 黑棋冲 这个地方次序出了一点问题 黑棋先冲呢 再点 实际上呢 应该是先点 看白棋的应手 再决定这个地方冲不冲 那么实战先冲之后 就给了白棋一些选择 黑棋再点呢 白棋自然不肯被黑棋在此先手便宜 所以白棋反击 黑棋粘住 白棋呢 再粘 接下来黑棋吃 白棋在脚上跳 逼迫黑棋做火 这个局部呢 白棋是有所得的 黑棋打完之后 搬了活棋 白棋挡住 黑棋立下 白棋再挡了黑棋提掉 接下来 白棋再回到中央补棋 之后 黑棋的这首跳 是明月认为这盘棋 刘晓光九段下的最为漂亮的一首棋 颇有袖策 耳赤 妙手的一个风味 那么这首棋呢 第一是将黑棋 这个地 这颗子加强 将白棋中央的潜力呢 彻底破掉 第二 已经要开始兑现 刚才挖的那个陷阱 同时 对下方的白棋呢 也构成了威胁 但显然白棋此时呢 已经无法再跟着硬 下一首棋 白棋拆二 继续 拼抢失控 但接下来 白棋 这个地方遭到了灭顶之灾 下一首棋 黑棋再次加出 是当初 刺在这的时候 已经预料到的手段 由于有了这颗子的一个帮助 那现在这个手段就成立了 白棋 无奈呢 只好在二路飞 想要就地做活 但黑棋的这部点 又是相关联的妙手 刘晓光九段 终于掏出了自己的锤子 狠狠地砸下了曹九段 接下来 白棋挡住 黑棋这部尖 左右逢远的妙手 上方要断 白棋当然不能沾 沾这个地方 被冲完断掉呢 那整个这个白棋的眼位 全都出现了问题 黑棋呢 还顺便 刮走了失控 这个结果 白棋不满 因此实战 白棋呢 选择拐下 弃掉脚上这颗子 黑棋如愿地断吃 时空熟火 破风 而白棋自身的联络 还存在问题 接下来白棋长 黑棋再次 这颗子仍然在发挥作用 白棋粘住的时候 黑棋这一肩 继续在中央反击白棋 那我们现在看 刚才看起来 白棋中央的一个巨大的潜力 现在这四颗白子 现在竟然已经不活了 接下来白棋跳 黑棋压 白棋再跳呢 黑棋靠 缠绕攻击 白棋搬出 黑棋就断 这个地方 白棋已经很难处理 接下来白棋压住 黑棋搬 白棋再搬呢 黑棋打了之后 收兵了 此时呢 黑棋开始收空 这一代的战斗 我们看 刘晓光九段下的是进退自如 那么这个走完之后 刚才白棋拆二 想要抢的那个时空 重新又被黑棋抢了回来 而中央这块白棋 仍然没有活镜 白棋打 黑棋战 之后再打呢 黑棋二路打完之后 再上方补助 无奈呢 白棋只好开始反击 黑棋团住 然后白棋一边联络自身 一边威胁这一块 黑棋 黑棋呢 下得也非常的简明 直接接了连回 白棋再挤 由于这个地方 白棋弃紧的问题出现 黑棋唬了反击 白棋挡住 黑棋打 刘晓光这个地方 下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接下来这一跳 已经不需要再补这个段 黑棋准备就地做活了 而且 这个白棋这个地方呢 怎么处理 让曹九段也颇为头疼 实战 白棋挡住 想要最大限度的撑住墓术 但黑棋的尖 又是好爽 如果白棋吃 那么黑棋度过 这个地方是假野 将来脚上还需要补活 白棋的目数大亏 无奈呢 白棋立下 黑棋的瞻是先手 下一步挡了 就将这六颗白子吃掉 白棋补齐 黑棋这个挡还是先手 白棋再退呢 这样这个地方 黑棋的眼位已经出现了 接下来 黑棋瞻 继续威胁白棋 联络上的缺陷 白棋联络 黑棋长出 将中央定型 同时呢 也把白棋的潜力全部破光 之后黑棋长出 白棋再长呢 黑棋一冲 现在白棋开始反击 打完之后 再次长出 黑棋呢 非常老道的把这个补住了 本来黑棋在中央补一手呢 比如再次挖一下 或者粘住 那么中央彻底处理好呢 没有弱棋 似乎黑棋已经很不错 但草九段在这个地方呢 也有隐藏的手段 白棋此时可以搬 黑棋如果断 白棋就打 那提截呢 这个地方一旦形成截征 无疑是给了白棋机会 如果黑棋粘住 继续强撑 白棋有靠的手段 你再冲 我一打吃 这个结果我们看 这个局面呢 就变得不可控制了 接下来白棋尖 黑棋在肩防御的时候 白棋打吃 黑棋沾呢 白棋也沾 这样你再断 局部仍然是结征 但这个结 黑棋无疑变得是非常重 因为这块棋呢 已经被断了进去 而白棋这些子 本身就在黑棋的空中 死掉的话 损得也有限 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 显然呢 白棋将迎来转机 而刘晓光九段 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他觉得中央 并没有问题 先在右边补住 同时也把木树护住 那白棋一看 右边的这个计谋 没有得逞 只好在中央强行挖断 那黑棋呢 就简单的一打吃 这样这个粘 和这个利剑合 这块黑棋呢 自然已经没有问题 白棋粘住 黑棋靠 保证中央 眼位和与 右边的一个联络 白棋提 黑棋立下做活 接下来白棋斑 冲击黑棋中央的缺陷 但黑棋呢 一一跟着硬住 当白棋在肩的时候 黑棋这一虎呢 是好手 本身增加眼位 同时 下一手棋 黑棋一旦逃出 那么这个地方呢 白棋自身器件 这个有一个类似于 相似断的一个手镜 可以吃住这颗子 白棋一看一技不成 再次开始搅局 这也是曹勋玄 九段后半盘 非常厉害的地方 这个点看起来 破难应付 但黑棋呢 也已经算清楚 黑棋先挡 白棋贴回的时候 黑棋先拐两下 让白棋骑形变坏 之后呢 这一挤 这块黑棋已经处理好了 白棋如果打吃 黑棋就粘住 那么接下来 白棋如果补断的话 黑棋这一肩 由于一路立是先手呢 你这个冲 我立完之后呢 度过就可以 这一代白棋所得有限 只是冲掉了警部棋 黑棋的安然度过了 这个白棋的翻盘手段 我们继续往下欣赏 几的时候呢 白棋打吃 刘晓光九段再次展现了 自己细腻的一面 他并没有直接粘住 而是呢 在此先弯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白棋提 黑棋有挖的手段 白棋挡是挡不住的 挡的话 黑棋可以断吃 你提掉我一打吃呢 那这个地方 白棋得到了七木棋 吃了四木 破掉三木 但是我们看 由于这一代白棋弃紧 这个街不归走完呢 黑棋的收获 远不止七木 还破掉了脚上白棋的墓数 而如果你立下 我就打吃 提掉再一打呢 这个白棋损失更大 如果虎的时候 白棋退 黑棋打吃就可以 这样打二环一提回呢 黑棋先手做火 脚上白棋的这个木数呢 也是被破掉了 所以这是刘晓光九段 关子当中非常细腻的一面 这盘棋 他的状态 确实是非常不错 黑棋呢 无奈 只好补住 然后白棋再粘回 那么这手棋显然是先手便宜 接下来白棋靠 黑棋呢 就按照预定计划做火 这样打吃就沾 这个地方的定型 刚才已经给大家说过 白棋再冲回的时候呢 黑棋连回 白棋补住 黑棋就冷静的坐眼和活棋 那么刑期至此呢 这排棋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现在黑棋盘面的 有史已经接近15目 但不甘心的草九段呢 依然在坚持 这个加呢 试探黑棋应手 黑棋应对的也非常的正确 在一路半 白棋没有棋 虎的时候 黑棋团住防止坐结 这样右边就定型完毕 接下来一技不成 草九段又升了一技 冲完之后呢 挡完 得到先手之后 我们看这个地方呢 白棋挡住 接下来黑棋立下 这是预料当中的定型手段 之后白棋挡住 黑棋挤白棋站 然后黑棋再冲呢 白棋站住 双方已经进入小关子的一个争夺 但已经与胜负无关 此后的局面呢 白棋断这个 黑棋呢 就打吃 接下来白棋在一班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是各位出击其友 可以学一个手筋 这是草兴权九段当初冲了之后 预定的一个小的关子手段 黑棋尖是好手 但这个当然不能挡 挡住的话 被打吃 这就出棋了 这一爬呢 脚上出棋了 这个显然黑棋不行 但这部尖呢 是非常轻柔的好手 白棋站住 此后呢 这个关子的价值越来越小 可以出错的地方呢 也越来越少 明明知道已经没有机会 但曹九段呢 依然在倔强的坚持着 这是韩国棋手的一个风格 但确实已经没有地方出错了 优势实在太大 这样尽管 曹九 这个刘小光九段呢 关子阶段稍有退让 但最终呢 还是以七木半的巨大优势 赢下了本局 本局可谓是刘小光九段的完胜之局 因为从开局开始呢 他并没有像以前一样主动出击 去进攻白棋的这块弱棋 而是先捞实控 逼着对方呢 在中央对黑棋发动进攻 然后抓住黑棋的一个漏洞呢 就是这部二路爬 这个漏洞呢 马上在中央连续出手 发挥了自己的一个战斗风格 反击得手 最终的稳稳的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 那这盘棋呢 就和大家欣赏到这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铺 ücken连续出手 击得手